相爱七年的女友嫌我没钱出轨了 她出轨的对象还是我在公司的死对头 分手时她大骂我没用 废物 可后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 她却后悔了 恋爱七周年这天 我发现了女友的出轨 相爱七年了 我骗女朋友我去出差 可实际上我打算给她的惊喜 跟她求婚 顺便告诉她一件事 我激动的布置场地 把手上的戒指看了又看 满心都是喜悦 可等到晚上十点 我才听到门口的脚步声 我赶紧关掉所有的灯 把自己藏在沙发后面 手心都紧张地冒出了汗 可门口的脚步声好像不止一个人 门被打开 真的是两个人 进来的人是我的女朋友柳如烟 和我们公司华南区的经理李杰 我还没来得及送上我的惊喜 她先给了我一个惊喜 他们连开个灯的时间都等不了 迫不及待地亲在了一起 柳如烟的声音传来 带着娇称 你别猴急啊 门都没锁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李杰扑斥一声笑了 不是你非要选在这里追求刺激吗 这可是你们的纪念日 也是你们的婚房 你居然狠心道带我来这里 我听到了柳如烟的娇笑 哎呀 一盘菜吃久了也会腻的 她哪有你好 我全身的血液都凝结了起来 不敢相信和别的男人抱在一起的 是我相爱多年的女朋友 一件带着烟草味的外套扔到了我的头上 我再也忍不住 站起身来 朝着李杰就冲了过去 一拳落在她的脸上 耳边响起了柳如烟的尖叫 她打开灯 终于看清了房间的景象 然后开始颤抖 那是事情被捅破了的惊慌 南州 你不是说出差 怎么今晚回来了 我不回来 怎么能发现我被戴上了一顶绿帽子 我想到我满城跑去给她挑选戒指 精心布置求婚现场的场景 如今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可笑 李杰被我打得全身上下只剩嘴硬 顾南州 你敢打我 明天我就让你滚蛋 可我已经打红了眼 什么都听不下去 柳如烟却从背后拖住了我 顾南州 住手 你再动手我就马上报警 告你故意伤人 我的拳头一顿 心中无比悲凉 没想到柳如烟会说出这句话 愣神之间 李杰一拳打在我的脸上 我的头被打歪 鼻子里流出了鼻血 柳如烟却好像没看到似的 一个劲地圈着我 让李杰先走 李杰走了 柳如烟才松开我 看着面前这张我爱了很多年的脸 我听到了自己心脏碎裂的声音 我的鼻子还在滴滴答答的滴血 放在以前 我只是不小心被水果刀割开一个口子 他都紧张的不行 可现在 柳如烟只是冷漠的看着我 眼里还有一丝如实重负 你发现了也好 我也不用费心去想怎么告诉你了 这一瞬间 我有很多话想问 我想问他多久了 怎么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 可最终只有一句 为什么 柳如烟看着窗外 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捡起了争执之间 掉落在地上的求婚戒指 然后从自己的包里 拿出了另外一枚戒指 你看看这两枚戒指 这是李杰送我的 他们有什么不同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无非就是李杰送的那枚戒指上的钻石 更大 更闪 你看看你 工作五年了 也只能买得起这座城市里三环外的小房子 还要还贷款 你每个月的工资 我们两人要省一点 你才能给我买个好点的包 可是李杰呢 我想要的东西随便买 市中心的公寓也随便住 你作为一个男人 自己没用 不能拖着我一起跟你过苦日子 听到这话 我只觉得心一咎一咎的痛 我自认目前收入可能还没达到很高的水平 可我是华北的销售经理 底薪二万 这些年业务也不错 提成也不低 每个月一发工资 我几乎全部上交给了他 平时的生活里也是自己主动做家务 承担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是想要他轻松一点 竞聘在即 我是销售总监的热门人选 到时候收入只会更高 可这一切在他的眼里 居然还是苦日子 而且李杰说了可以把我弄去当总助 不像你 什么都帮不了我 他跟我们这种需要白手起家的人 是不一样的 我突然想起了很多被我忽视的细节 李杰一年前空降来的时候 柳如烟对李杰很不一样 什么东西都会给李杰背上一份 我曾经问过他 为什么 他跟我说 李杰是总经理的儿子 可不得进展 那个时候 我对我们的感情抱有全然的信任 没有多想 可原来早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嘛 柳如烟 这就是你出轨犯件的理由嘛 真让我恶心 不过是见利忘义 何必说得那么好听 大概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么重的话 柳如烟的脸一下就黑了 顾南周 你作为一个男人 为什么不反省一下 是自己窝脑没用 给不了我更好的生活 你自己没用 还要阻止我过上更好的生活吗 你就是个废物 连买这个破房子都要贷款的废物 一口一个窝脑和废物 点燃了我的怒火 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这个房子是全靠我自己拿下的 我还主动写上了他的名字 我那么的努力 在他眼里却显得一文不值 27年良好的教养 才克制住了我打女人的冲动 柳如烟 我希望你有一天别后悔 离开你这个废物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 你这破房子 我也不稀罕 你这个人 就像我手上这个戒指一样 不值一提 他把我跑遍全程给他选的戒指 从窗户扔下 也扔到了我们的情分 柳如烟连夜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就走了 房间里剩下的求婚装饰 仿佛在嘲笑我 我无力的四处打杂 最后摊坐在地板上 毕竟是七年的感情 怎么可能不心痛 电话铃声响起 没有备注 我却对这串号码烂熟于心 恍然响起 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过了 明天一起吃个饭吧 你到底还要跟我觉到什么时候 第二天上班的楼下 我碰到了柳如烟和李杰 我们不过刚分手 柳如烟明目张胆地挽着李杰的手臂 脸上带着娇俏的笑 丝毫没有避讳 在我们公司办公室 恋情不是秘密 柳如烟一直不同意公开 今天我总算明白了原因 如果当初我们公开了 那他今天这样 大概会被同事的口水淹死 李杰的脸上还有些瘀青 是被我打的 他们看到我时 手腕的更紧 好像在跟我示威 李杰贴近我的耳朵 顾南昭 如果我是你 我马上就灰溜溜地滚蛋 得罪了我 你以为你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我不为所动 他就是总经理的儿子又怎么样 我不在乎 李杰的报复 来得又快又直接 恰逢商务部门的季度总结 听到最后 我和华北区下面的人 没一个人笑得出来 因为我们的业绩 一大部分被算在了 李杰的团队上 可是大家都敢目不敢言 因为李杰是总经理的儿子 谁都不想得罪他 我举了举手 我有疑问 可总经理的态度 却不容置疑 有什么问题 会后再说 会议的最后 总经理还宣布了 让柳如烟进生成总助 会议结束后 李杰主动叫住了我 会议室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在眼神中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顾南昭 我早就说过 你惹了我可没什么好下场 你的业务 你的女人 包括之后总经的位置 都是我的 对了 你这女朋友 用起来是真不错 还得谢谢你的调教啊 废物 垃圾 他走出了会议室了 我砸了会议室的凳子 等平复好心情出去后 柳如烟已经兴高采烈的换工位了 有下属替我鸣不平 大概就是平时 我带他付出了那么多精力 让他在这站稳脚步 可是他走的时候 什么感谢的话都没有 真是个白眼狼 不就是搭上了老总儿子吗 柳如烟确实是个白眼狼 可我如今没心思理他 我只想找到总经理问清楚 总经理似乎料到我会来 没有丝毫惊讶 总经理 关于上季度的几笔业务 我有疑问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知道李杰是我的儿子吧 南州啊 你还年轻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除了名规则和潜规则 是相处相成的 再说啊 你就算生气 你又能拿我怎么办 而我却有各种办法逼你走 我连一分赔偿款都不用出 我处理了愤怒 老板这是想公然训私 总经理笑得很和蔼 没办法 这个世界上权力和背景 就是硬通货 你要是不想滚蛋 就给我好好忍着 我走出办公室 这个公司从上到下 还真的是烂透了 我想 下午的那个人 我是真的很有必要见一面了 心里总有一股无名火 等到了下班 我还记得昨晚上的约定 只能压住火器 打车前往海湾酒店 可是没想到 冤家路窄这个词 在我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在酒店的大堂里 遇到了柳如烟和她的闺蜜王清 他们也看到了我 柳如烟主动要求和我谈谈 她摇摇头 看起来似乎很无奈 南周 看在我们七年的感情上 就不能好聚好散吧 别再跟着我了行吗 我是不会后悔的 我现在只爱礼解 我跟你抱歉行不行 你别缠着我了 我气笑了 她哪来的脸 觉得我来这是为了缠着她的 我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王清却突然插话 如烟 你道歉干什么 你们又没结婚 选择更优秀的人 不是很正常的吗 王清凶声恶煞地瞪着我 大学的时候 就对我们如烟死缠烂打 我们如烟现在和李杰在一起 以后前途一片光明 我不允许你来破坏他们 有这时间 还不如好好反思一下 自己怎么这么没用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个样子 听了这话 我更想笑了 最想破坏柳如烟感情的 可不就是这个好闺蜜 她以前还勾引过我 被我拒绝之后一直怀恨在心 我跟柳如烟提过几次 可她都觉得是我多想了 又一个声音响起 顾南周 你怎么来这了 你看看你自己 灰头土脸的 一股穷酸气 怎么好意思到这种场所来 是姗姗来迟的礼节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 干净整齐 没什么不妥的 怎么 你们都能来 我就不能来 还有刘女士 我来是吃饭的 谁有空缠着你 可别太绿茶 以为全世界都围着你转 你算什么东西 柳如烟一副 渲染玉气的表情 王清却哈哈大笑 笑得仿佛眼泪都出来了 你 来这吃饭 顾南周别搞笑了行了 来这吃饭 可不是有钱就行了 还必须是这的VIP 并且这的位置一座难求 我们都是沾了李杰的光 才能来这吃饭了 我们李杰可是这老板的朋友 才能得到三个位置 这的老板 什么时候有李杰这好朋友了 他上下打量着我 面带嫌弃 就你 那你给我看看 你的会员卡呢 我诚实的摇摇头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这的VIP 王浩那小子 说我在这来吃饭 随时都有我一个位置的 王清笑得流出了眼泪 李杰看我的眼神 也越来越鄙视 顾南周 你连VIP都没有 还跑上这来装十三了 柳如烟 还是那个柔柔的样子 以前看着我很喜欢 可是现在 我怎么看怎么恶心 对啊 南周 我们这么多年 毕竟勤奋还在的 你本来没有爸妈支持 日子就过得艰难 就不要打肿脸冲胖子了 看在我的面子上 阿杰说会给你一笔分手费的 就当是替我补偿你 李杰从钱家里掏出几张现金 砸在了我的脸上 然后洋洋洒洒地飘在了地上 李杰眼里的巨傲 怎么一掩盖不住 抱歉啊 手滑了 现在我只带了这么多 等回去后 如烟的分手费 你想要多少 我都给你 不过现在可得麻烦你 先把地上的钱捡起来呢 王清也在一旁起哄 捡啊 最好跪下去捡 柳如烟的脸上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我看着这些可憎的面目 摇摇头 压住怒火 打了个电话 王浩 下面有个你的朋友叫李杰的 他说是你的朋友 说我不配来这吃饭 你下来一下 李杰又笑了起来 顾南昭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喜欢装啊 平时公司里装的一副谦虚的样子 电话里的王浩说 他马上下来接我 我和王浩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我曾经还救过他一命 只是后来出了一些事情 我们没住在一起了 可是联系并没有短 李杰还在嘲笑 王浩很快就下来了 柳如烟和王清是不认识王浩的 他一脸比翼 顾南昭 你为了做戏 竟然还找上了群眼 别这样 只会显得你越来越像的小丑 要真是老板 我们阿杰怎么可能不认识 李杰沉思了一会 凶了柳如烟 住嘴 随即扯出一个谄媚的笑脸 主动朝着王浩伸出手 他的脸色变化之快 让我嘖嘖称奇 可王浩丝毫没有搭理 你谁 随后 他直直地走到我面前 热络地拢住我的肩膀 你小子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今天怎么想到来我这吃饭了 走走走 这几年忙着打工 没时间 这有时间不就来了 李杰他们一行人的脸色已经铁青 看来在女人面前装得另有其人 在女人面前落了面子 他的脸色实在算不上好看 顾南周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王浩刚要说话 被我拉住了袖子 他瞬间明白我的意思 他曾经救过我的命 是我恩人 我不想让王浩说出我到底是谁 他欠我的这些账 我要在合适的时候讨回来打他的脸 我看到李杰长舒一口气 我就说嘛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呢 不就是个救命恩人 王总 我爸是邪恩的总经理 很高兴认识你 可王浩压根不接招 叫了工作人员 那算个什么东西 这些人欺负我的朋友 赶出去 并且告诉其他的分店 永远不接待 我跟着王浩进了电梯 再也没看这几个小丑一眼 我跟王浩续了几句旧就分开了 包厢里的人还在等着我 我推开门 他的头发好像白了许多 老了许多 我们面对面坐着 久久无言 等到吃完饭结束 回家时却发现柳如烟在小区门口等我 他的眼神忧怨 主动叫住了我 南昼 你今天是故意的吗 我发现自从我跟柳如烟分手之后 我的智商就不够用了 我居然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你就是为了挽回我 才故意想让李杰出宠的 别白费力气了 我们真的不可能了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做出一个国际友好问候的口型 我转身欲走 柳如烟又叫住了我 顾南周 看在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明天的竞聘你还是别参加了 你赢不了李杰的 我很好奇 背叛分手的时候 他一点感情也不讲 现在反而处处讲感情 只是这感情好像也不是讲在我身上 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手别伸太长 我的业绩很好 能力也远超李杰 我凭什么放弃 可是到了第二天 我就知道为什么柳如烟会心事淡淡的说 我会失败了 李杰一反常态 主动要求第一个讲 而他讲的内容 是我的产品推广方案 我仔细回想了每一个可能泄露的环节 竞聘的PPT 我做好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并且都是下班时间在家里的电脑上做的 唯一能泄露出去的 只有柳如烟 柳如烟作为总助 也参加了这场会议 我看向他的眼神 是不加掩饰的恨意 一段失败的感情里 还暴露了他糟糕的人性 他也注意到了我 心虚地低下了头 我看着这张我曾经深爱过的脸 连最后一丝对曾经的怀念都没了 只剩厌恶 这场竞聘很重要 总公司的大领导也来了几个 等李杰演讲完 我看到领导们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现场掌声不断 而这本该是属于我的 李杰下场的时候从我的旁边经过 眼里是志在必得的挑衅 我看清楚了他的嘴型 那是两个字 废物 可惜 他看不到我暴跳如雷的样子 我淡定的上台 打开我的PPT 现场一片哗然 总经理直接发了难 小顾啊 我知道你和李杰平时有些矛盾 你对他的成绩有些不认可 可是我们公司管理一向严格 抄袭这种事情是有问题的 先不论能力问题 首先如果道德不行 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担任高层的 公司就是一个小型的人情社会 李杰的爸爸又是总经理 子公司的老大自然拥顿者众多 我还没开始讲 他那一派的人自然都想把我定死在抄袭的耻辱桌上 吵吵闹闹的会议室成了菜市场 一个拍桌子的声音 让会议室恢复了安静 是总公司来的董事长 他盯着我 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我想请大家说完之后再下决断 让他讲 董事长的声音威严且不容拒绝 总经理再怎么不愿意 也只能让我讲 李杰让柳如烟透我的方案 不过很可惜 那只是个半成品 一些很核心关键的数据我都没补 并且在最后 我基于原产品提供了更好的思路 总公司来的几个领导情不自禁地拍了场 我看到总经理那张老脸黑了 李杰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谁是正版 谁是盗版 一目了然 我可以保证该方案由我一人制作 我可以提供所有的编辑时间 记录和痕迹 也请李杰拿出你的证明 还我一个清白 偷来的东西 终究不是自己的 李杰和柳如烟的脸色都在发白 场面意识有些尴尬 总经理出来原厂 不瞒大家说 其实李杰这孩子是我家的小辈 他做这个方案的时候 我在旁边看了几眼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 小顾也是做的这个 他是料定 毕竟他是子公司一把手 不会有人为了我这个小角色为难他 事实也是这样 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 总部来的几个领导只能逐个点评 毫无例外 我的全是好评 董事长最后发言 他看着我 却突然笑了 巧了 我也有一个小辈在子公司里 孩子非要来这历练 看到刚才大家对他评价都不错 我也有脸跟大家都介绍一下了 来 南州 到我身边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儿子 随着董事长的话音落 全场鸦雀无声 柳如烟手中的水壶掉落在了地板上 发出巨大的声音 是 顾琴是我爸 可我妈一元死的事 让我始终原谅不了我爸 我不想依靠着她的任何成就 闯出自己的生活 可是前两天她找到我 说她得了癌症 时日无多 大家继续啊 老李啊 我就是跟你介绍一下我儿子 当然现在子公司是你在管 你怎么判断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不插手 我看到了李经理额头上的汗 是 是 小姑这孩子不错 我觉得她胜任这个岗位完全没问题 销售商务中心交给她 我放心 刚才讨伐我声音最大的人纷纷倒戈 我算是体会到了李经理说的那句 背景才是硬同货 竞聘结束没多久 总部的几个人要先回去 临走前却抛下了一枚炸弹 我听说在我们的子公司 有一些不好的风气和行为 我也就训思一回 让我儿子来查一下 老李啊 没问题吧 这话 我曾经质问过李经理 她的心都提起来了 没意见 没意见 应该的 让小姑随便查 那南州 你可要好好查 从财务都规范到制度 可方便都要好好树立下衣 下个月我要看到报告 我点头答应 余光看到李经理和李杰 不停地擦着额头的冷汗 角色和身份好像都倒转了 李经理来请了好多次 说要请我吃饭 我勉强答应 有免费的戏谁不看 他选在离公司不远处的酒楼包间里 一关上包间门 直接一巴掌打在了李杰的脸上 混账东西 你居然敢抢小顾总的女朋友 你给我好好向小顾总赔罪 那女人不安好心 主动把小顾总的方案偷给你 你个蠢猪也敢用 老李是个人精 三两句就想把他儿子 偷我方案的事情摘出去 我不说话 欣赏着这一出闹剧 老东西想做戏给我看 那就继续做呗 而李杰也挺觉得 仰着头 是他女朋友看不上他 跟我有什么关系 果然 李经理打得更重了 李杰两边的脸都高高肿了起来 李总 你儿子之前还说 让我找他要分手费呢 多少都给我呢 你看这笔账怎么算 我撕笑非笑 李经理看不出我想干什么 一脚把李杰踹到了在了地上 你跪下跟小顾总道歉 则则 老东西竟然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看来问题比我想象的还多 怕我查出来个好歹 李经理还在暴打李杰 我却没了看戏的兴趣 没胃口 这饭也不想吃了 李总还是调教好儿子再说吧 第二天回到了公司 同事的眼神都带了些微妙的感觉 可大家都没挑明 只是很默契的 在公司的任命都没下来的情况下 已经开始叫我总监了 可其中柳如烟看我的眼神 让我格外不舒服 忧愿的不行 好像我欠了他很多钱 终于在我去接水的时候 他把我堵在了茶水间 一开口全是指责和委屈 南州 我们在一起七年 你从来都没告诉过你的身世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真的爱过我 你看着我在公司里这么艰难 却也不愿意帮我一把 看着我走入歧途 他哭得梨花带雨 仿佛我才是那个复兴人 我头一次知道柳如烟 竟然是这么无耻的一个人 我没帮你 你以为凭你的学历和能力 你是怎么觐见张子公司的 当时为了柳如烟进来 我不仅给他恶补岗位知识 做面试辅导 而且在那和我爸冷战的几年中 因为柳如烟的事情 我第一次去求了他 而且我本来打算告诉你的 就在发现你出轨的那晚上 很可惜 你错过了 你本来还有机会成为 建章集团少奶奶的 是你没服气了 柳如烟的脸上血色进退 人总是会为了自己差点拥有 却又错过的东西遗憾一辈子 我希望他也这样 因为要查合规 工作越发的忙碌 我先查财务的流水和明细 居然还真查出了一些问题 李杰报销了很多奇怪的款项 香奈儿女包 是中心公寓的房租 宝格里的戒指 还有无数的吃饭喝酒报销 大大小小加起来 竟然也有了六位数 我问财务 财务说李杰都是送给客户的 笑话 柳如烟什么时候 也成了公司的客户 我先拿着这些数据 找上了李经理 我什么也没说 只是把这些报销记录 全拿给他看 他的脸黑得彻底 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该怎么做 几天后 李杰来找了我 在这之前 柳如烟被开除了 他走的那天 眼里全是不甘心 李杰的眼睛里 再也没了那种挑衅和得意 整个人灰扑扑的 这样子过得并不好 脸上的瘀青一层叠着一层 看来没少挨打 小顾总 是我错了 那些钱我都补上了 柳如烟我也会把他甩了 都是他勾引我的 能不能请你高抬贵手 不然我爸说要把我赶出去 求求你 放过我吧 我表面答应得很好 他高兴地离开了 谢谢小顾总 您大人大量 我赶尽您一辈子 他高兴得太早了 暗中我还不动声色地调查 出了许多东西 李经理这个老东西 这些年没少捞油水 而且利用公司的平台捞丝火 我把这些全部写进了报告里 上报董事会 李经理本就是请来的职业经理人 他们父子俩一同被开除了 并且我还把他们贪污的事情 在官网 官微上的多做了声明 他们的名声彻底臭了 以后在这个圈子里 怕是没人敢再雇佣他们了 李经理走的时候 我笑得开怀 怎么样 我想让你走的时候 一分钱都不用赔偿 就让你滚蛋了 满意吗 所有的事情都告一段落之后 我竟然还产生了一丝空虚感和疲惫感 大概是跟这些垃圾打交道太累了 回去好好睡一觉就好了 可我回家的时候 房子里却多了个不速之客 刘如烟穿着薄纱躺在我的床上 我拍了拍脑袋 靠 忘记把房子密码改了 灯光的照射下 他的身材曲线若隐若现 可我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趣了 再看他这样 我只觉得恶心 他的眼泪已刚刚好的角度落下 南周 我后悔了 是我一时鬼迷心窍 我们曾经那么好 可不可以回到过去 他哭得越来越伤心 想勾起我的心软 如果是以前 一看到他掉眼泪 我会马上抱住他 说我错了 可现在 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你要是再不从我的屋子里滚出去 我就叫保安 可是他以为我只是在开玩笑 还在不停地讲着曾经的我对他有多好 往我身上蹭 诉说着自己工作有多么不容易 可是 再不容易 也不是违对道德的理由 越听我越觉得我那时候真傻 我在房间里焦躁的躲步 保安怎么还不来 门铃响起来 保安终于来了 保安同志 快快快 有人非法闯入我家 快把他赶走 一群人进到我的卧室 柳如烟尖叫一声 局促地拉着被子 企图掩盖住自己若隐若现的身体 南周 你不能这么对我 保安同志 我跟他不认识 他要是不愿意走 你们就把他抬走了 最终 柳如烟是被保安用被子裹着抬下去的时候 门关上之前 柳如烟崩溃了 顾南周 你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死给你看 那你就去死吧 真正要死的人 从不把死挂在嘴边 再说他要死要活 和我都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我关上门 把这个人从我的世界里隔绝 老爷子用入院治疗为条件 要求我去相亲 你也老大不小了 要是我临死之前 能看到你成家生活稳定 我才安心 没办法 我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去相亲 可今天来的相亲对象 一上来就问我 你是不是那个七年游戏里面的男主角 我听得一脸猛 这是什么新型的聊天方式 看我什么都不知道 相亲对象让我看热搜 七年游戏这个词条高高挂在榜首 我点开来看 一眼认出了那是柳如烟的微博 他发了很长一篇小作文 在文章里 是柳如烟对我的控诉 大概是我隐瞒身份 玩弄了他七年的感情 享受着他的清纯和肉体 到最后我想收心回家继承家业了 就毫不留情地说了分手 我不知道女人有多少个七年 在我的前七年里 我付出一切的爱情 却只是有钱少爷的一场恋爱游戏 他什么都没失去 可谁来偿还我失去的七年 和付出真情的日夜呢 说实话 他的小作文写得真的很好 字字气血 引起了很多人的共情 评论里面基本全是骂我的 这男人是洒水车啊 见到我了 博主好惨 不真诚的人发烂发臭 后面七年里 他的坟头草七尺高 骂他我都怕他爽 所以我这边建议他直接去世 评论发下来 几乎全都是这我去死的 我气得笑出了声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最后一点情面也不留 在娱乐致死的年代 互联网小作文真的能杀死人 可是很可惜 那个人不是我 我跟相亲对象说了抱歉 回家火速整理证据 准备跟柳如烟求婚的那天晚上 我按了相机 本来是想记录下我求婚的画面 等以后老了还能再回忆 可是却捕捉到了他出轨的视频 在我整理证据的期间 又有所谓的知情人士出来爆料 这个男主角 我认识 不仅玩弄感情 还滥用权力 用自己的身份肆意打压同事 以权谋私 发泄私愤 这个知情人士 一看就是李杰 想这样来我一脚骂 一时间 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舆论变着花样的骂我 甚至连建章的骨架都受到了影响 下跌的厉害 甚至有网友搬出了我住的小区 每到晚上 总有人恶意来敲门 写死亡威胁信 发鬼照 等舆论发酵的差不多之后 我用自己的微博号 把柳如烟出轨的视频发出去 随之也有李家父子 贪污的所有证据 舆论逆转得很快 全网骂我的人纷纷把炮火转向了柳如烟和李杰 李杰父子的事情闹得更大了 职业生涯怕是全毁了 我不是什么好人 柳如烟这么坑我 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这些视频资料 我还发了一份给他的父亲 他爸爸最是死板迂腹 并且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女儿 柳如烟怕事之后 连家都不敢再回去了 就像网友说的 辜负真心的人 没有好下场 后继 那天的相亲对象叫做周禅 大概是相识的太狗血 后面莫名其妙的联系还多了起来 熟悉起来之后 发现我们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共同话题也很多 互生好感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渐渐成了恋人 大概过了一年 我们在餐厅吃饭 却刚好碰到一出原配手撕小三的情节 那个男的我认识 是我们一个分销商的负责人 而当小三的头被揪得抬起来的时候 我看清了他的脸 竟然是一年不见的柳如烟 他也看到了我 双眼顿时含上了眼泪 像是在跟我求救 可我只是把面前的菜单递给周缠 这儿的鹅肝不错 你不是最喜欢鹅肝了吗 他抬起头朝我一笑 我想我的人生依然会很幸福 全文完